公园绿地变脏乱点 台中太平一群住户认为居住权益受损 集结起来抗疫 要求市府正视这个问题 小心 熊出没 南投水里山区最近有多颗香蕉树遭到破坏 现场还留下不明动物的爪痕 云林刺头像的养鸡户对抗禽流感 在饲料当中添加蒜头 辣椒粉跟酒糟 据说这样子能够有效提高机枝的免疫力 更多详情都在4月18号的中台湾联播新闻